震惊,非洲女工时隔17个月回国探亲,临行却遭这般对待 无奈,四年里第一个寒冬,伤痕累累的她将如何度过 哭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电话那端传来的消息为何让她泪流满面 试管调包,伪造报告,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敬请关注本刊独家报道,一名非洲女工的慢慢探亲录 哈喽大家好,这支视频画面拍摄于沈阳,文稿在高铁上开泄 配音和剪辑在山东完成,而这个故事还要从非洲的安哥拉讲起 疫情原因回国机票不好买,在外连续搬砖17个月的我 那是已经做好了就地过年的准备 没想到一月份,旅行社把我列入了1月18号航班的候补名单 有很大可能性捡漏刷到票 不过大概率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有结果 到时再准备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没订到票 我也提前两天跟着旅行社去做了检测 同鼻子家抽血,好申请回国要用的绿码 检测机构在离住处驱车50分钟左右的郊区 最后一段还是拐来拐去的土路 让擅长晕车的我晕了个痛快 不知道底能否出行吗 因此我拿到了阴性报告 向市管提交了绿码申请之后 仍然像往常一样窝着剪辑那周的视频 行李就只收了个七七八八 到了18号早上8点 终于我得知订到票了 当晚就要飞 于是赶紧上午交接工作 下午收行李洗澡 晚饭后去机场 我是这么计划的 没想到啊没想到 下午行李收拾的真热火朝天 大使馆打来电话 说出不了绿码 因为核酸检测报告有问题 使馆查询到系统里我的检测码 对应一位名叫王一涵的人 而不是我自己 如果不赶紧解决 当晚就拿不到绿码 乘不了飞机 我立马联系旅行车问啥情况 他们让我拿上护照和报告 到检测机构和旅行车的工作人员会合 于是我扔下狼藉的房间和行李箱 火速赶往叫去 生气的是在无语 紧张和生气的复杂情绪中 我没那么晕车了 甚至还想起了最后那段土路该怎么拐 没至于迷路在草丛里 到了检测机构 旅行车的人很负责 积极和工作人员沟通 工作人员很自信 检测码不可能不对应本人 我呢没有半毛钱用 和在我过去的同事一起被拦在大门外干等 判算着晚上十点多的飞机 最晚八点 怎么也得从住处出发去机场 还得收行李啥的 那能在检测机构这里耗多久呢 如果耗得太久 我应该怎么办呢 就这么僵持着 过去了宝贵的一个半小时 检测相关负责人终于姗姗来迟 本以为希望的曙光再闪耀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 这位哥凝视了半天 我报告上检测机构的签字盖章 居然说我的报告看起来假假的 甚至扬言要叫警察来 不是吧阿瑟 我们都是遵纪受罚的好公民啊 于是旅行社又解释一番 工作人员又查一番检测记录 我又心急如焚地干等一番 并逐渐开始安慰自己 赶不上就算了 就得过年呗 就这样又过了半个钟头 终于 快六点时拿到了更正后的检测报告 赶紧飞车回程 没想到啊没想到 走了才几分钟 旅行社那边细心地发现 我的鼻视子和血清两个报告上面 年龄写得不一致 其实这种算是日常工作中 很普通的小问题 但当时的我难免有点欲哭无泪 旅行社又赶紧回去帮我改 索性这次很快就改好了 没耽误多久 试完也很及时的帮我审批了绿码 终于可以合法踏上旅程了 惦记着乱糟糟的行李 我也没心思去问那些条码盖章究竟是怎么回事 七点回到住处 一个小时胡乱说完行李和房间 揣上点干粮 八点 踩着呆烂出发去了机场 和之前计划的也差不多嘛 只不过没来得及吃饭洗澡 再加上行李箱乱点 关于这场风波的起因自然是没有得到官方解释的 大概就是检测机构把我和王一涵的试管条码弄混了 而我只是遵纪手法的无辜受害者 这一切都发生在非洲大热的天里 一通奔波倒是让我发现了防护服的隐藏功能 那就是 穿起来谁也看不出我几天没洗头 这一通奔波也让我接下来的飞行在对比下显得十分平静 防护服不太舒服 但我上了飞机就忽忽大睡 所以没啥感觉 多过转机按紧要求脱掉防护服 刚好舒转一下穿上后外套 在机场做了烟柿子和抽血之后 找没人的角落吃点干粮 继续迷的 等再次换上防护服 登机起飞 再睡醒时就成功回国了 飞机在沈阳落地 不必下飞机就能感到和国外很不相同的气质 这还不是说窗外都没了冷风和积雪 而是说咱们的防疫措施 比国外要认真严格太多太多 飞机落地后 不等我们起身 就有从多道角防护的严严实实的海关人员进入机舱 用亲切的东北普通话告诉我们入境流程 为了你早日能不能到家 大家配合海关人员 回家的一个地区就是安全局 在机场各种申报填表后 做鼻势子 咽势子 哇 这酸爽真不是国外能比的 在安格拉和德国做的那两次 让我觉得 就这 网友们至于反应这么大 而沈阳机场的这次 让我为自己的年少情况忏悔 国外呢顶多算是蹭蹭 总之 终于乘坐大巴来到某如家酒店 开始隔离 接下来半个月 我遇到的所有工作人员 也和机场那边一样 都是从头到脚严严实实 除了面罩后的大眼睛 谁也看不着 有朋友发消息 关心我是不适应隔离生活 我考虑了一番 觉得自己十分适应 因为其实和在非洲很像 也是整天蹲屋里 玩手机 搞视频 在国内还方便买买东西 供水供电也比非洲稳定多了 7天做两次检测 住着还安心 只是安哥拉全年温暖 我又总是夏天休假回国 所以已经有四年 没过过冬天了 干了气候得适应适应 那时自觉舒适的 我还不知道 临时刷到的机票 早已在暗中 标好了防疫政策的价格 打电话咨询社区 纠结挠头 政策变动 订车票 退票再订票 等等过程 不再赘述 总之 我本来是想去北京 招百万助理过年的 被21加7加7 也就是在沈阳集中隔离 21天后 去北京集中隔离7天 再居家7天 相当于在酒店隔离过年 给全退了 怪桥选择回山东老家 14加7加7 也就是沈阳集中隔离14天 老家集中隔离7天 再居家隔离7天 至少在这个选项下 我过年那天是居家隔离 2月4号 沈阳隔离结束 我被酒店 大巴 高铁的工作人员 环环叫接 终于到了老家 经历了这么多 没想到 我也逐渐看开了 随遇而安嘛 不然还能咋地 可老家派120 专车到站 接我一人 明迪呼啸 前往隔离点 确实还是我没想到的 可惜当时我在晕车 没能拿起手机 录下这拉风的影像资料 所以我现在还是隔离状态 但离家已经很近了 这次从下到东的旅程 也就算告一段落 真心感谢途中所有的工作人员 给你们添麻烦了 隔着防护服或电话线 也能切实感到你们的善意和耐心 感谢你们 咱们下期视频 应该是在初一以后了 这里提前给屏幕前的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风牛倜傥 牛光溢彩 喜欢别忘拿啥 感谢观看 欢迎留言交流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